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春 我来自海底世界 我是海岸边那条红色的海豚 大陆原创动画《大鱼海棠》 耗时12年才完成 画风精致 场面壮观 故事内容讲述神秘的大鱼一族 与人类之间的牵绊 刻画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 动画片中加入大量中国元素 梯田福建土楼是重要场景 片中妖怪甚至还会打麻将 大陆艺人出席首映会 都给予高度评价 感谢你们的坚持 让我们看到这么好的作品 特别 不仅仅是为这个电影保险 为中国的动画电影 能有这样一部作品 感到保险 动画主题曲更邀请陈奕迅现身 每桥大鱼 都会相遇 但仔细看片中场景 妖怪和挂满灯笼的木质长廊 是不是让人有一点眼熟 因为鸡寺宫崎骏的经典作品 神影少女 有网友戏称简直是山寨版的千寻 但导演极力澄清 说大鱼故事取材自庄子的逍遥游 绝对是大陆原创 才要上映就惹来模仿争议 也让这部动画片引起不少话题 记者唐玉泉综合报道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